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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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完你这栋楼之外 你觉得你这个位置特别好 你还要看看你周围办公楼的空置率 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说midtown的办公楼空置率非常低 是10% 那我这空置率是12% 你觉得不担心 但如果你周围刚好3个mail之内 有一栋办公楼正在拍卖 它的空置率是100% 跟你的楼还差不多 位置就差2个mail 那你就知道 你的位置再好 你这栋楼的招租你也会搞不定 因为那个空楼的人他会很着急 租金市场价应该是20块钱 他可能15块钱他就要租 你的房客搬进来 你要给装修 你说我不给你除 你自己除 但是隔壁那空楼他可能就说我给你除 你只要搬进来 我没此处30块钱 我给你办公楼搞得像花一样 因为他那个楼是全空的 他很着急 所以你买楼的时候你要选对地方 你这个位置要特别好之外 你周围你要看跟你静周的那些办公楼 他们的空置率是多少 那第二呢 如果你买一栋楼 你买楼的时候你不要想着 这一栋楼就一个就一个房客 管理起来好省事啊 就是这一个房客他可能会走 他可能会破产 他这个老板可能会有纠纷 他这个房客一出问题 你的空置率就立刻从0%升到100% 所以你如果有办公楼的话 你有可能的有条件的情况下 你要想着把大房间改成小房间 如果一个房客他租了一城 占了2万尺 如果他有一天他不租了 那你就想不租就不租吧 那你想着你这2万尺 你能分隔成10个大概2000尺的房子 或者说有的时候你说我特别担心 你都可以把那种超大的超过5000尺的房子 你改成共享空间 就是大家共用厨房 共用前台 共用厕所 但是你你会分隔成很多很多 大概200尺 200尺的那种小房间 你按照小房间去租 就相对来说小房间就好租的 但这些房客的流动性也很大 但流动性大你不怕呀 如果你一栋楼是2万尺 你有10家房客 这10家房客不可能同时都走 他可能一家一家的走 你的空置率大概就是5% 10% 7%这样上下变动 但如果你就一个大房客的话 要么就是100% 要么就是0% 所以你你会受不了的 100%的时候你也受不了 太激动了 出租率0%的时候你也受不了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还贷呀 这些全是问题 那还有就是你要跟你现在的房客 保持两行的互动 我们为partner办公楼算是多的 我们现在的房客 新房客大概30% 都是现在的房客给我们介绍过来的 就如果你跟现在的房客保持关系好 他会介绍新房客来的 他轻易不会走的 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到隔壁去的 那还有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一般你要做房地产 你自己不要有给你设限 你说这期讲什么呀 讲办公楼我不去停 因为我从来不会碰办公楼的 风险太大 就说你不要给自己设限制 你能做大的就不做小的 你能做办公楼就不做住宅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就像现在 我一般人家给我看一个 送一个地友给我 如果这个地友 低于1000万 我可能都不太感兴趣 因为你就是去买一个20万的住宅 你现在去买一个1000万的办公楼 其实走的程序差不多的 你也是要去做房检 你也要是去看房客 你也要去看这房子状况怎么样 你也要去申请贷款 你也那天要跑到律师楼去过户 就实际上你做的程序都差不多的 做的事情会有一点差别 但大概也都是那样 你1000万的事情 你可能还能外包给别人 你做房检呢 去做这种房客的interview都能包给别人 你自己做住宅20万的房子 你可能别人还帮不了 你都得自己去力气为去做 就整个这个从你这个个人的经历啊 时间啊成本上来算 你能做大的就不做小的 但你自己要要考虑好这些风险啊什么的 那你说做房公楼我也想做1000万呢 我有这个胆儿 我自己不给我自己设限 但我没资金呢 那我想说你想到1000万楼的时候 你不要想到那是1000万的钱在呢 1000万的楼你能带到70%的款 那1000万700万是贷款就剩300万了 那300万你说我也没有啊 我账上就5万块钱 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肯干 只要你能干 只要你这人忠厚老实 别人相信你 只要你有这个好项目 总是有钱的人在到处找项目的 就万一资金不够 你要想70%是贷款 30%我自己付 30%可能我隔壁老王 还想帮我付几块钱 所以你自己要去想这种各种可能性 那还有做办公楼跟做住宅不一样 你买一栋楼的时候 你要预留出足够的招租费用 就说你可能说我这栋楼有10万尺 空着2万尺 那你要为这2万尺 你大概要留出来60万的招租费用 相对来说办公楼的招租的费用 比住宅要贵很多 就比如这个中介费 你说我现在有个出租房 我找一个中介帮我去找房客 你要付的多少钱呢 就是一个半月的房租 你如果有中介你要付它一个月 如果房客有中介你要付你房客半个月 但是商业楼办公楼出租的中介费 是整个租约期间 所有租金乘以6% 再加上一个半月的房租 这是办公楼的中介费 要比住宅贵很多很多 还有办公楼 一般来说每个房客进来的时候 你都大概要花3到5万 把他房子给搞一下 比方说你现在有个楼2000尺 有个律师就要来租 他可能就会跟你说 我要把那厅改的大一点 我要再多加一个厕所 我要多加一个办公室 那这些改建都需要花钱的 那还有就说你是新手 你现在听我说局势说房产 你说办公楼看的挺好我想买 那你没有经验 你就去买稳定的物业 已经很稳定了 里面房客也很好 住宅里你一看 哇已经住了10年都不走 租期接下来的租期 还有3年还有5年才到期 整个你看他这个财务报告 花费呀什么都很稳定 那你去买这种很稳定的物业 那相对来说呢 有10成要你选 有1成要你选 你最好是选1成的 因为1成呢实际上 跟住宅的维修就很相似 你的房客跟你说 你的楼那个漏水了 你可以搭个梯子 就跑到楼顶去看了 这是什么情况 如果房客跟你说空调坏了 你到房子的背面去找到空调 你就能看了 但是高层 这种8成的 10成的 30成的 他说房顶漏了 你得需要专业的团队去 那1成我个人还特别喜欢 还有个原因 只要它是1成呢 它占地都特别大 那你买这个楼的时候 你知道 有一年的时候 10年20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这块地也会值钱的 相对那些高层来说 你10成占的地 跟1成占的地 这种占地面积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买办公楼 你特别注意的 如果卖给你的 它是卖家自己管的 有的更过分的 说卖家自己建的 这是我自己建的 我现在自己在管 那你就知道 你看它的财务报告的时候 它的收入和花费 都可能有水分 你看它的运营花费 你看它的这种capital improvement 它可能都有 都有一点事情在里头 所以就说 你如果买的这个 是卖家自己在管的 你在的收入花费 还有房客的改建费 整栋楼的这个装修上面 你这些数据 你都要仔细自己 多个心眼仔细看一下 那买楼的话 如果是大的办公楼 里面有十几家房客 楼比较大的话 那你要记着 在过户之前 要拿到房客租约的Eastopo Eastopo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我查了一下 那个翻译说是 禁止反言 这个Eastopo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如果你房东跟房客 会有个租约 这个租约可能会是二十几个 二十几页 很详细很详细 那你要你自己的人 或者你找个律师 帮去读这个租约 简明额要你 汇总到一张纸上 然后你拿这些纸的最后一段话 就是写 房客我承认上边这些信息 是我这个租约全部的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没有遗漏的 然后房客要签置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自己买楼做办公楼做了五年了 就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可能有五次 我们有个印度餐馆 我们买过来了 结果隔了两年印度餐馆 老板跟我们说 你要付我五万块钱 我们说为什么要付你呀 他说这是我上次续租的时候 当时的房东同意给我六万块钱的改建费 但我当时没给我 他是说到2019年给 现在2019年到了 但是我们2018年买过 买过这栋楼 买进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结果这个五万块钱你要给他 因为按照租约上面就是有这样的话 但如果我们当时这个租约 我们要做这个East Topo的话 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 那还有就是说你有办公楼的话 你经常房客会过来跟你说 我是律师 我要租三千尺 你要帮我装修好 你一算他那个按照他那个要求 一装修你要花出去十万块钱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跟这个房客去讨价还价 你可以说我这十万块钱我不花 你看你这个租金应该是20块钱一次一年 我可以给你降到17块钱一次一年 这样你自己先 你自己去装修好不好 就如果是长期持有 你买这栋楼你长期持有 那你尽可能的少除改建费 你尽可能的降低房主 就你降低房主来少除改建费 因为你知道你花了这十万块钱 你在一分一分的花 把十万块钱全花完的时候 你自己不光花钱你还要操心 你还要费神 你钱花到十万块钱的时候 这个房客还没住进去 你一分租金都没拿到的情况下 你已经花了十万块钱 但你知道这房客他可能会生病啊 他可能会突然除了事他不租你的房子了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你应可租金少收一点 但是你不给他除这改建费 但如果像我们公司这种情况 我们买楼永远都是想挣个块钱 那我更愿意提高房租 我自己去除改建费 为什么我愿意除这改建费 因为我除十万改建费 我就知道我这个租金是15块钱 我可以提到20块钱一次 就是我除十万的改建费 但是我知道我增加的租金那一块 能叫我这个楼涨价涨40万 就大概是这样 我现在除十万块钱 但是我一年之后卖楼的时候 我这个楼会多卖出40块钱 为什么呀 因为我租金提高了 租金提高的那块能叫我楼提高 这个价格提高更高 那我可能就更愿意 我现在除改建费 虽然有风险 但是马上一年卖楼 会叫我这个楼的价值上很高 这是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忙订阅帮忙转发 橘子说房产 我们下期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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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